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眼》, 非眼, 起床了? 叫你起床了, 起床了 年晚叫你起床, 你就起床了 非眼, 起床了 叫你名字, 起床了, 不要叫我 來吧 什麼事? 又沒刷牙又沒洗臉 以後記住, 沒刷牙沒洗臉之前 不要跟別人說話 是媽媽才能忍住你 不然別人說你沒有家教, 你知道嗎 是, 老闆, 我幫你睡 還睡?跟我下去, 來… 戴眼鏡 真聰明 今天我已經把這些事做好了 明天你就照辦煮碗, 知道嗎 這些事我都吃剩了, 不用你教了 初歸媳婦就落地下意 新媳婦不懂事 一定要家婆幫忙教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失職了 其實我觀察了你很多天 我發現你真是甚麼都不懂做 簡直就是生活不能治理 試問, 你連自己也照顧不好 你怎麼照顧我的兒子 怎麼照顧整家人 對吧? 所以從今天開始, 你要跟著我 我就手把手地逐樣逐樣教你 洗臉擦牙 洗臉擦牙, 我從小到大 這個東西我會吃 那我不看你 連這樣做 關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想跟他習慣了 你…話說回來, 你是半唐番 你還有一半是我們廣東人 廣東人也不支持廣東文化 你是不是什麼人? 還有, 你還要在這裡 繼續做廣東媳婦 你們就想吧, 什麼時候歷時分 我什麼時候就不是廣東媳婦 阿菲眼只不過是拿網絡上的信息 拿出來大家商討一下, 是不是? 商量一下, 是不是? 不用這麼認真 還學不學? 學…當然學, 學快學 很簡單而已, 拿著它 我自己來 她自己來… 她在學, 我自己來 來, 拿個鍋來這裡 來… 大家先嘗嘗這個湯 謝謝… 是我媳婦兒子第一次學煲湯 好還是不好, 照直說 自己也, 別客氣 如果煲得好 絕對是媽媽你的功勞, 教得好 如果煲得不好, 非眼經驗不足 臭小子… 臭小子, 一本水要端平 好東西給老母, 不好就給老婆 用什麼今晚睡床下她 親生的… 好喝… 是嗎? 別人第一次在床下幫你的湯 好… 很高評價 你們喝湯的同事 我還有東西給大家吃 好喝嗎? 好喝嗎? 我還有東西嗎? 難道還準備點心給我們送湯嗎? 總之… 二嫂… 她心甘甜脂脂了 她的媳婦這麼乖 應該的… 做媳婦應該這樣做 Fing, 有什麼好東西給我們? 這個是不是給大家的保健品? 有降尿酸, 降血脂, 降血壓的功效 你們經常喝老貨湯 剛才我說的問題, 你們也會有的 最好大家戒掉, 不要喝 不… 不過我也知道 廣東人的飲食習慣是很難改的 對, 所以我買了這些保健品 給大家補救一下 好 大家喝完湯, 記得吃點藥 媽媽, 你也會吃的 媽媽, 怎麼了? 回來吧 我回來, 先休息一口氣 是媳婦的氣 還是婆婆的氣 你呢? 怎麼我聽到好像你知道什麼 哎呀, 你呀媽媽 又做過媳婦又做過媳婦 又做過媳婦 怎麼會不知道呢? 媽媽, 很煩呀 我這樣的羅菲眼 真是很難教 教牛都曉上樹了 我說了這麼久, 我說一句 她撐我十句 我說她是為她好的 她反過來教我怎麼做人 都不知道我是婆婆 還是她是婆婆 那你不當自己是婆婆 就行了 你不當自己是婆婆 我本來就是婆婆 我和你… 哎呀, 你好腥 媽媽, 你幾十歲 不要玩這些東西 都不行, 會扭傷 你以為我想玩嗎 阿May喜歡, 那我就要學 阿May喜歡打乒乓球嗎 她喜歡, 我就要學 學了, 大家有共同語言 那我就可以跟她有辦法商量 那就沒空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跟媳婦投其所好 那我儘管試試吧 儘管埋下一句堆, 看看如何 是呀 我知道, 你媽媽現在對著我 很不開心 但現在是甚麼年代 那你又不是真的我家裡的媳婦 到我們到時搞定離婚 你們就不用碰巧碰面 但是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唉… 我真是等你以後的老婆可憐 你放心, 我老婆不會可憐的 不過老婆開不開心, 可不可憐 我真的不理得不到 我只是希望我媽媽可以每天都很開心 有時候呢, 你這份孝心 都挺令人感動的 你就當體諒一下我這份孝心, 好嗎 誰呀 我可不可以進來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媽媽準備進來了 你記住她剛剛說的話 然後認了低威 怎樣 你好像那些公鬥戲裡面的壽氣工女 好, 來吧… 來吧… 媽媽, 其實我在教育她 她實在太不尊重人了 所以我要教育她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何眼濕濕地罵到人家 你看… 不要…她當然要罵她 可憐了, 你看她罵到她 那…她該罵嘛 她不聽你說就該罵我 罵到她聽你說為自己 她現在… 不可以這樣罵我媳婦 不可以這樣罵我媳婦 你告訴我 說我這樣熬湯是不對的 是不健康的 你放心, 媽媽慢慢會改的了 就是我跟你說的那些話 你真的聽進去嗎? 當然要聽進去 我們是一家人嘛, 是不是? 飛顏, 就是說 慢慢相處下來 你就會慢慢覺得 其實我們兩個真的很急 要我參加你們的跳舞班嗎? 是… 不要遇我了 為甚麼? 我最近女館的事已經忙到踢了腳 回來又要忙家頭細毛 已經忙到跳了舞了 不用再跳舞了, 你們跳吧, 好嗎? 老婆, 你很忙 還是要抽點時間出來 那你就當作是運動 你看到現在的身影 是呀…有心無力 是呀… 走吧…不用求別人 這麼挑釁 你看到你自己胖得這樣 你好手 真是… 婆婆, 我出去了 不…你去哪裡? 我今晚約了朋友出去開心一下 我又去 是…你和我去玩嗎? 不行嗎? 我現在發現我和阿菲眼有很多東西 都很相似的 她喜歡的東西我又喜歡 反正我今晚又有空 又想找些消遣 不如帶我去FIFA, 好嗎? 但你剛才不是說累嗎? 她們三個找你跳舞, 你也不會 是呀 那怎麼相似呢? 那三個是老人家 又招呼又諸事八卦 很無聊 和你又不相似, 是吧? 來…你帶我去FIFA 走吧 帶我去FIFA 是90後來的 媽媽…是這樣的 其實我晚一點也有事做 我不會陪她去的 我又不在這裡 你又把年輕人帶來 又不合嘴型, 又搭不了嘴 她又悶, 我又不能陪你 照顧不了你 行了…我不用你陪 你哪兒有良心, 哪兒睡 就是了 90後的我沒相處過 你問問她 我們不知道多好談 很多共同語言 你是不是嫌我穿這些 就有點老套, 是吧? 行, 等我一會 一定令你眼前一亮 我突然不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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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你這麼欺負 你怎麼說 風築殘年也曾經風華正母 這樣走出去不會失禮你了吧 我…我胖胖的胸口痛了 我好像下了陰曹地府 不要這樣 你說什麼? 阿毛, 我說很開心 謝謝你帶我來玩 我還怕你不習慣 怎麼會?年輕的時候 我是武王 來吧… 來吧… 你好… 初次見面, 來… 我敬你們 我來喝一杯 喝一杯 好… 酒就是水 知己見面, 整支隊 很冷 給你吃了 看不出來 來吧 來吧… 你們漂亮 很熱情 那我們再喝一杯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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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你跳嗎? 來吧 來吧 你沒事吧? 對, 我想做一點 冷氣 走 我有點累 你休息一下 我先去休息一下 我早就累了 跳了沒有? 是呀, 我們去吃宵夜了 好呀… 吃宵夜, 我請客 走呀 Let's go, 走 好… 拿一件衣服 來呀… 甚麼呀 這裡呀 這裡不是太古倉了 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二十多年前 這裡還是舊倉庫 現在變成潮男、潮女 最喜歡來的聖地 都不涼了, 真漂亮 這麼多人 廣州這十多年來 很多那些舊倉庫都被人改成 聖地園、遊行區 珠江兩岸, 好地方就好地方 無論發展都不是小的 是呀… 來, 吃吧 這次炒牌, 需要點點吃 好…謝謝 不用看了, 弄個炒牛河, 炒田螺 有沒有這麼貴重 這裡沒有這些東西 你這麼喜歡喝湯 幫我碰個紀念湯 不用遷就我 你們喝甚麼, 我就喝甚麼 那就那一瓶咖啡吧 那一瓶咖啡吧 來… 你不是說這麼多東西不能喝嗎 幫我飛冰吧 不要… 你們年輕人都說了 喝冷藥才會爽脆 Ice, 雙倍, 泡 好… 冰, 這位美女說話很有趣 她在你這邊位 她是我家… 她是我閨密 是呀…我們兩個好朋友 像姐妹一樣朋友 那怎麼聽不懂 中文不要告訴別人 太長很難記 對, 說英文… 她的英文名字叫… 你的英文名字叫甚麼 你現在馬上幫我起 她的英文名字叫Isabella Isabella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好 有東西吃…來… 好, 來, 你的 是你的, Isabella 她叫你 你好… 英文名字叫甚麼 Isabella 伊…伊…伊…伊法…比…比…比辣 其實不用這麼客氣 叫阿姐一樣, 來… 乾杯 好…你受不了嗎 好…好爽 多喝一點… 好…多喝一點… 糟糟了 冰火兩重天 又冷又熱 為了埋了個心泡堆 損失真是慘重 媽媽 進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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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粥吃嗎?你吃不吃嗎? 有粥吃? 是呀 你一早打包嗎? 不是打包的, 是我自己煮的 你會煮粥嗎? 你也說吧, 自己在家製的東西 是最健康的 帶你出來吃吃 好… 豬痛煮粥給我吃嗎? 看來這招真的不行 跳舞跳到腳抽筋, 值得 被音樂碰到胸口痛, 值得 吃消灌到喉嚨痛, 值得 媽媽 阿菲亞說她把粥給你吃 真是開心 來 從今天開始, 你可以不用叫我媽媽了 你叫什麼? 我有英文名字, 叫我英文名就行了 什麼英文名? 那個英文… 什麼比喇? 比? Isabella Isabella 是, 粥 粥 這麼棒 這麼奇怪, 你們怎麼突然又有朋友 那兩個朋友比打球好就好 你不太多餓了 來, 先嘗嘗粥 那位媳婦是給我忍的 我先幫你嘗嘗味道 好吃 味道是… 我用過冰箱昨晚的正飯來煮粥 味道很好, 人家不是說 正飯, 隔夜飯用來炒飯 味道是最棒的 那我用來煮粥, 味道很好 味道… 肯定很好, 有巴西味的粥 你也沒吃過, 是嗎 味道真的挺好 很難喝 是嗎? 說什麼? 阿菲, 她的意思是說 粥好吃到捨不得給媽媽吃 那你一個人吃光了 不…我想不給你 對… 穿我的衣服, 來… 你這樣做會累死我們旅館 你知道嗎? 是我們旅館的責任 肯定要給別人一個交代 搬出去住, 好 無論如何 首先要過了做家務的這一關 你們呢? 好… 好… 在我家裡嗎? 我皇上就做了 這次是… 感谢观看